今天呢 五位的模仿者 剛剛他們穿過後台的時候我嚇一跳 因為有一位跟你太像了 最近很多人在模仿我 但是我覺得都是模仿的皮毛而已 他們以為戴上一個墨鏡留的鬍子就是模仿我了 那對 那 對不對 要模仿聲音才是真的嘛 對吧 好的 小剛好 我們來看看 五位的模仿者決定是誰 我們要熱烈講述有請五位魔王上場 擦抱亂 那十五位玩具 動線是ucks yook 第四位玩具 我拼着工作的是一名电弓 我的口号就是 挑战船熊 超越自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青岛的张琪 喜欢小刚老师好多年了 今天很开心 能站在天下无双的舞台 我一定会努力地唱好每一首歌 我一定要走到最后 加油 大家好 我叫吴迪 我来自山东济南 现在呢还在传媒大学读书 这次天津卫视的舞台上 和您在此同台演出 特别兴奋 也希望这次能够 通过我们这个比赛 再把您PK下去 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了 大家好 我是一名速度车司机 我喜欢小刚老师 已经十年之久了 今天来到天下无双这个舞台 我希望可以和小刚老师 一起走到最后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南紫江县的林玉仙 看我外形 大家都知道 我肯定是一位铁杆粉丝 大家一定支持我哦 你这个是旧版的小刚了 对不对 那也是小刚啊 太旧了 你要把褪子挂一下好不好 小刚你说 他是过去的你是吗 对啊 最近有人就是戴一个墨镜 留着胡子 就到处模仿 冒充我 我怀疑就是他 不是我 我叫林玉仙 你好 我为什么戴墨镜 在我八个月大的时候 一次意外 我的左眼失明了 所以一直戴着墨镜 自从出现了小刚老师以后 我感觉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有了新的起点 每天打开音乐 听老师的歌 我都会感觉特别的 抚慰心灵 对 像推开了一扇窗啊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很荣幸 很荣幸